各位上知识,华元金进行评啊,现在是讲到第十四页,上次是讲到第二行,见歇去路,当愿众生,舍不振道,永处欧见,上次讲到这里, 这是七十道行使愿,十大段经文当中啊,第六,七十道行使愿,有三段,第一是游舍道路,就是在路途中走动的时候,所见的这个路,各种情况,随时发愿,希望众生啊,都能得到殊胜的利益, 呃,有十二渊,就是从这个第四十七,守至习仗开始,一直到第五十八,若见显道为止,这十二渊,就是在道路中走动的时候,看见这个路的各种情况,呃,发愿, 那么上次讲到见歇去路,这是第五十四,呃,就是看到这个弯弯曲曲的,乃是扬长小道,这一轮的路线的时候啊,那希望众生能够舍不振道, 因为说到这个不正道的,呃,这个知见问题,就说到这个以正见呢,为最重要,呃,所以要涌出欧见,把这个邪知邪见,恶见,又把它去掉,呃,要修学佛法的正知正见,上次是讲到这里, 现在接下来,第五十五,若见直路,当愿众生,其心正直,无惨,无狂,这是在走路的时候啊,看到这个直路,所谓直路啊,就是这个路线很直啊,逼直的, 一望无际的大路,呃,就是这一路的大路啊,在古代并不容易看到的,现在交通发达呀,各处的路都开得很大,尤其像现在南北之间的这个高速公路,呃,看这个直线呢,能看到一望无际,呃,那都是直路,看到这一路的直路的时候,呃, 弱是假定啊,你如果在走路,看到这一路的直路的时候,希望一切众生,其心正直,无惨,无狂,呃,所以当愿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啊,能够像这个路那么直, 路直,路直,希望众生的心要直,呃,其心正直,呃,其心正直,做人,也是非常重要,要有直心,学佛,修学佛法,更是需要直心, 所以维摩经,佛国评,佛国评里面说,直心,是菩萨进度,呃,说这个,以直心修学佛法,所谓直心是道常,能够直心啊,出发心的修学佛法有直心,那么由此可以直去道常,道常,就是菩提寿下,成佛的地方, 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出发心,以直心修学佛法,一直到成佛,呃,都是以直心为主,所以直心,就是菩萨的进度,呃,所以经里面说,菩萨如果有直心的话,菩萨成佛时,不惨众生,来生其国,就是这个经文里面的无惨的惨啊,惨媚的惨, 如果因地修行于直心,将来他成佛了,他的国土的众生啊,就是很直心的,各个都是直心常,呃,不会有惨媚的情况,呃,这无惨众生,来生其国,这个正直,就是直心要直啊,呃,大圣经论里面呢,可以说是处处说到的,呃, 除掉经之外,其心论,大圣其心论,在这个信成就发心里面,说有三心,呃,第一就是直心,呃,第二身心,第三大悲心,所以,要发心修学佛,菩萨道, 第一,就是要有直心,什么叫做直心呢,论里面的解释说,正念真如法姑,真如自信,直去以真如自信的真实的,这个,诸法之离题,呃,那么正念真如啊,才是直心, 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学佛,向内心求正自信,呃,那么这个真如自信啊,就是自信本具的,这个,发提,具足一切功德,那么您能够向这个直心去去向,呃,能正念真如,才能算是直心,呃, 所以,在菩萨,在菩萨道上,直心,是非常重要的,呃,假如有直心,这个人呢,就不会有,惨媚的情况,不会有,呃,欺狂人的情况,所以接下去说,无惨,无狂, 呃,无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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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随烦恼二十种 随烦恼二十种当中 小随十种 中随两种 大随八种 残跟狂 这两种啊 就是属于小随的烦恼 小随烦恼 十种当中 就是愤恨 恼 浮狂 残 骄 骇 己 奸 这十种的心理作用啊 就是小随烦恼 就是不好的 那么这十种的小随烦恼 在为时白法里面 有详细的说明 现在经里面所说的无禅 就是小随里面的第八 那么按照 五一十三四斤的次第排起来啊 残 是第八 狂 是第七 残跟狂啊 两种都是 这个小随烦恼 就是跟随 根本无名烦恼 贪嗔事等而生起的 这个 副作用的 比较严重的 残是残媚 什么叫做残媚啊 欧昧奉承人 欧外奉承人 对人呢 呃 如果对那些有地位的 呃 那么就是 对他 这个 特别的举功 呃 残媚 奉承他 这个就是 呃 残的这个 表现 就是要靠他来 呃 提高自己的身价 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生活的情况 那么因此啊 对这个高官 有地位的人 就向他行惨了 呃 呃 看到这类人 就是呃 九十度的脊弓 对他特别的 礼 礼敬 呃 那么 呃 有人说 什么就是残 对人的表现呢 皮笑 肉不笑的 那一种的表现 那就所谓叫做残了 呃 脸上看起来 他是跟你笑笑的 好像对你好 可是他 心内啊 有个计划 他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他有计划 所以脸上 有笑啊 心里长刀 这种的表现 那就是 残中带害 更可怕 呃 无蝉 就是骨头很肝 很硬的 这个 很直的人 呃 对就对 不对就是不对 这种人呢 极恶如愁 呃 看到这个不好的情况 他是很不喜欢的 呃 看到好的 他就是 极力赞叹的 呃 那才是无蝉 惨媚的人 呃 这种人呢 他的心 是弯弯曲曲的 就是前面的歇曲路 所以如果心能正直 当然就不会有惨媚了 这无惨 狂啊 是欺狂 欺狂 欺狂 就欺骗人 呃 欺骗人的动作 呃 无论是骗名骗利 呃 各种的骗的方式 只要求自己 有利益 呃 想尽办法来骗别人 这个就是 狂 呃 一般大家都所知道的这个 金光党很可怕 呃 他的骗数很呃 很高明 很厉害 往往一骗就是几百万 呃 他可以用这个报纸 卫生纸包起来 跟你交换很多很多钱 呃 那么他必定是有他一套 呃 那么他才能够骗得到人 呃 假如 他没有这个骗人的这一套的话 骗不到的 呃 例如说 我们如果是平常没有骗人习惯的 他如果说一句骗人的话呀 他的表现就不一样 呃 呃 那么 以后 他的内心也会有内疚 呃 心理不好过 那么因此他的 呃 一举一动啊 都会反常 他会骗的人 好厉害 呃 若无其事的 呃 那么他骗了好多的东西 这个这种人呢 最恐怕 狂 欺骗人 呃 就不实在 说的话不实在 就打妄语 骗人 呃 心正直的人 就不会惨媚 也不会欺狂 所以 其心正直啊 无惨 无狂 惨一狂都是烦劳 希望都能去掉 以直心来去向道常 修却佛法 这是见直路的时候的愿 其次第五十六 是在路上 见到这个尘埃 或者是有尘埃很多 或者是没有尘埃 呃 所以第一 就是见入都城 当愿众生 远离尘埃 或清净房 嗯 古代的马路啊 不像现在了 有柏油 做得非常之好 嗯 那么在柏油路上 要看这个尘埃 比较少了 纵然油 分量也很少 从前的泥巴路啊 呃 如果久不下雨的话 这个尘 尘土飞扬啊 假如前面有车子走 后边的人跟着在后边啊 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车子 那个尘埃啊 好像这个一个大雾一样 呃 所以那是多尘 古代的泥巴路 这种的多尘路 是很多很多的 我记得 光复初期 我们台湾的各地方的路啊 那个泥巴路还是很多 呃 我在民国四十年到这南部来 走遍了很多乡村 这个乡村的小路啊 差不多都是成灰满天的 一走路的时候啊 一看了 到处都是成灰 呃 骑车子的 这个车子走过 那个尘就一直飞扬 呃 呃 现在人走啊 照样有这个尘土飞扬 呃 呃 牛马在走动 照样是有有有尘土飞扬 所以如果你见到路上很多尘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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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众生不要有这个世间的逢尘滚滚的勤劳烦啊 来奋在他的身上 来奋在他的身上身上 奋 就是把这个成灰啊打在人的身上啊 那么就是希望众生远离这个烦恼的呃 呃 逢尘呃 呃 所谓八万四千成劳烦恼 呃 把这个八万四千成劳烦恼能够把它去掉 远离 呃 远离成劳烦恼才能得到清净之法 清净之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呃 佛法 呃 能够得到自信清净的境界 那就是佛法 就是远离成劳烦恼啊 而得就近清净的佛陀的境界 则则在路上见到尘 尘埃很多的时候 发这个心愿 希望众生远离烦恼的逢尘 啊 其次说 见路无尘 当愿众生 常行大悲 提心润贼 如果看到路上 很平静 没有尘埃 很干净 那么这个时候 希望一切众生啊 常常发大悲心 使心地啊 滋润而光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古代的马路啊 都是泥巴路 如果看到路上没有尘啊 那必定是刚刚下雨过了 或者是有人浇水过了 才不会有尘的 所以因此说 把这个滋润 以路面 使他不会有尘灰 辉扬的那种情况的 必定是水 所以借这个水来表现众生的悲心 学佛的悲心 大悲心 好像水的滋润 滋润众生的心地 得到润贼 就是说 用这个大悲心 来滋润众生心 就是 学佛的佛法 来滋润众生 使他的这个 沉劳烦恼啊 通通都洗净下来 都沉净 且洗干净了 所以 看到这个 路上没有尘的时候 就希望众生啊 去向佛法 用大悲的水 来滋润心地 使他得到光泽 那么 意思就是 希望众生能够得到 广大的佛法呀 身心心精 好像路上 无存的那种的光景啊 这是第五十七 一百四十一个 当院众生的第五十七 也就是 在路上走动的 这个十二个院当中 的第十一 后边 若见险刀 这是第十二了 也就在 游舍道路的 最后一个心愿 路 平淡的 这个大路 走起来很平顺 多人走动 多车 多车多忙 那么这种地方走啊 在古代 是很安宁的 古代 如果有车子啊 大概总是牛车吧 马车 牛车 马车 没有像现代的科学发明的 这个 各种车辆 都是机器的 所以会发生这个危险 从前 这种在道路上 车子发生 这个 车祸的危险呢 那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 那么 所以如果 在路上 有危险的地方 就是 险道 很危险的地方 的道路 若见险道 当愿众生 住正法界 立足最难 险道 是什么样的险道呢 简单的说 有两种 第一 那个道路上啊 有很多的土匪 强道 甚至 有这个 恶鬼 毒兽 这个地方是险道 第二种啊 是狭隘的 扬长小道 小路 或者是 悬崖 绝壁 上面是山 下面是深坑 这种的道路 是个险道 佛法里面的 戒法 菩萨界里面 是不准 初学菩萨道的人呢 走到这个 危险的道路的地方的 所以 幻网经 菩萨界 有十条 众界 四十八条 亲界 这个四十八条 亲界当中的 第三十七条 里面就说到 修学 菩萨道的人呢 不要在 那个危险的 道路上走 所以经文里面 这个界条里面说 如果在 修托的苦行的时候 没入 没入难处 不要进入 有险难的路 的地方 不但是路的险难 连那个地方 有灾难 有危险 也不要进去 是哪些 这个险难呢 经文里面说 那个地方 你不要去 或者是 这个路很危险 土地高下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 阳长小道 很危险的地方 悬崖 结冰 不要冒 那种的危险 或者是 草木 山岁 山山里面 没有路 很多草 杂草 丛生 很多兽木 很乱 根本没有人走动 那个地方会有危险 恐怕里面呢 有恶兽之类 所以接下去 他说 有狮子啦 狐啦 狼啦 毒蛇啦 这些毒兽 在那个深邃的草 草木 里面 你走到那个地方 一不小心 不注意 或者是被毒蛇咬啦 或者是碰到腐狼啦 都有三面危险 不要冒 那种的险 险难 或者是 碰到下大雨 水灾 有水灾的地方 也不要冒难 到这个水难的地方 我们去 比如过河 河流 如果没有船 不要冒险的自己 独自游泳 万一出了问题 那么生命就有危险 或者是火烂 会发生火灾的地方 也不要去 乃至风灾 比如说台湾的台风 正在挂台风的时候 就不要到外边去乱跑 会发生危险 那么道路里面有土飞强盗 接贼 这些地方都不可以去 如果这些险难的乃至一切难处 西部的肉 最后总结一句 一切难处 一切 总包括 所有恩难的地方 有危险的地方 出现菩萨道的佛地址 都不可以随便进去 因为进去恐怕有生命危险 会把生命爽生 那么这次放网金菩萨戒说的 在家居士 受到在家菩萨戒 那么按照游菩萨戒经 受戒评 在家菩萨戒有六条重戒 二十八条轻戒 在家菩萨戒的二十八条轻戒 里面的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轻戒 也就是冒难游行戒 也不可以冒住危险 恶难的地方去游行 到那个地方去 也是犯戒的 所以在家菩萨 也不可以冒闲 所以这个 受戒评的这个 第十一条轻戒里面说 若犹婆圣 受职戒 遗难之处 五半独行 有危险 会发生灾难的地方 你没有同伴 只有一位 你自己一个人 单独一个人 到那个地方去游行 五半独行 没有同伴 一个人独行 到了那个灾难的地方去 是犹婆圣 这是一罪 那么这个犹婆圣 如果一个人冒难 独自走进 这个有灾难的地方 去啊 那就犯这个 清购罪 就是二十八件的 第十一条 在家菩萨 也不可以 冒难游行 那么 偶尔大师的建要的 对这条件的解释 他说 他说 冒难游行啊 会明着保身之道 冒难游行 不是明着保身之道 如果懂得保身的人呢 这些危险 恶难的地方 他不会去的 不要冒险 如果这个路上 本来你走的时候 没有灾难 到了那个地方 突然之间灾难发生 这样也无过 或者是 有办同去 到了中途 办发生问题了 分开了 那么不去不行 也不算是违反 或者是 为父母施长的事情 不得不冒难 例如说 救灾救难 或者是 为三宝事 为佛法生三宝之事 为了三宝之事 不能不去 那么这样子 也不算犯 那么这是在戒条里面讲的 那么菩萨 本来就 不要有我见 这个身体是臭皮囊 舍掉也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佛制 不可以冒难游行啊 廉诗大师的 菩萨戒书 发引里面 对这条戒的解释啊 他有所说明 他说 人生难得 堪为道器 他说这个人生啊 不容易得到的 人生难得 经已得 那么这个人生 就是修道之期啊 前面在讲这个 菩萨文明评 曾讲过了 这个人生 就是修道之期 所谓 借假 修真 没有这个假的身体 没有办法修真的佛法 所以 所以 这个神体 人生不容易得 你不要啊 这个随便把它爽死掉 那么 唐朝的 灰修宰相 他也说过 正心律去菩提啊 为人道 为能儿 在六道当中 第一 恶鬼处身 三个道 受苦啊 不能修行 天上天人 享乐 也不会修行 只有人道 苦乐 交参 有苦 有乐 又有佛法 而又坚人能 忍耐苦的 这个 道经 所以 真正修学佛法 只有人道 才能 因此 这个难得的人生 你得到了 不晓得爱惜 不晓得利用这个好的人生啊 来好好的用功修行 啊 那么 虽然这个身体 是臭皮囊啊 但是我们需要借用它 没有这个臭皮囊 就没有办法修学佛法 因此 自顾啊 应当要 贵之 保之 啊 廉师大师说 你应当要看它很尊贵 啊 要保护它 要爱惜它 并不是说 要你去 正常 这个我之 我见 是说 你要爱惜这个道气 爱惜这个修道之气 啊 那么 如果 不去爱惜 而贸难游行 甘心 使他腰式 腰着啊 那是非常可惜的 啊 那么一旦 损失了 亦是人生 万劫难辅啊 啊 那么 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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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如此 抓上土 啊 那么 佛在世的时候 曾跟 乌南尊者 曾说这个话 佛在手指 家里 藏了一点点 这个泥土 啊 就 问乌南 你看看 我的这个手上 有的土 跟这个大地的土 随为多啊 我的手上的土 多 还是大地的土 多 这个道理是很显明的 啊 欧南说 当然是大地土 多呀 啊 佛手上的土嘛 只有一点点呢 怎么可以跟大地的土相比啊 所以因此 佛就对 欧南说 得人生 如我手上 手抓子 粘的这一点土 尸体人生 如大地土 啊 那么 这就 借这个比方啊 来形容出 人生难得的情况 涅槃经 里面 有几例 说这个人生难得 说 好像这个盲目龟 一个乌龟 海龟啊 啊 在海里 海底上游 这个盲目龟 就是眼睛 香了 看不到的龟 这个海龟啊 他眼睛香了 他都在海底上游 一百年啊 从 才从海底冒出来 那么海面上漂流 正好有一个木板 这个木板中间 有一个洞洞 他这个一百年 抬起一次头啊 这个头抬起了 正好碰到 那个木板的中间 那个洞洞 可以爬上木板 嗯 眼睛瞎了 那么一百年才从水底冒起来 一次正巧碰到那一块木板的中间那个洞洞就爬起来 这太难了 嗯 这个形容的难的情形简直叫人不能相信 嗯 是这么难 嗯 嗯 现代人对这类的话 他不大相信 嗯 为什么 你说人生难得 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在地球上的人已经要爆炸了 多得不得了了 你看我们台湾嗯 嗯 在日正时代是六百万岛民啊 台湾岛 那个时候最多也不过是六百万 现在两千一百万了 多了三四倍了 嗯 台湾也要爆炸了 呵呵 那么像这么多的人 你说他人生难得 这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吗 现在人生不是很多很多吗 嗯 甚至有人说 说人生难得 这些人从哪里冒出来的 为什么会那么多人 啊 一个人只有一个灵魂的话 那么一个人死掉 转身也只只有一个人呢 为什么会那么多啊 嗯 那他不知道哦 这个佛法里面说的六道啊 啊 人间天上乃至地狱恶归处生 啊 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只有人 嗯 还有畜生 其他世道我们都看不到的 那么看不到的众生 转身在人间的 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 也许天上天人少了 都跑到人间来了 怎么说的 他们的天赋想尽了嘛 天赋想尽了 他就掉下来就揍人了 呵呵 那么如果人再到欧夜 就到恶鬼地狱去了 也许是地狱恶鬼的众生啊 他的罪业受满了 他转身人道啊 嗯 所以 这个人会那么多 因为他不是人的灵魂 原来又转身为人呢 天上的天人 乃至地狱恶归处生 他都会转到人道里面来 所以这个人的多少啊 与人身难得没有关系的 同时 学我的人 你也不必看外面的人 多到什么程度 啊 外面的人再多啊 那你也只有一个人身啊 不能因为外面人多 你的人身就真多了 也不可能嘛 外面就是几千几百万几亿万的人 可是你还是你一个 没有两个你呀 啊 那么你这个人身失掉了 将来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你没有熟命通 你不知道你过去所造的业力 要导引你到什么地方去 你没办法指导的 万一这个恶业成熟了 堕落了 那么要修学佛法就发生困难了 那纵然能够生到人道 是不是身在有佛法的地方 纵然身在有佛法的地方 能不能继续修学佛法 这都很难说的 现在我们耳目清明 六根都是正常 心地都是很清楚 啊 神志很明白 那么我们现在懂的一些佛法 继续把这个身体保留好 继续多修 多用功 不是很好吗 倒也只会天天正常吗 假如你把这一身的身体切断了 再转身 纵然能转身到人道 纵然能够再碰到佛法 你是不是肯发心修行 能不能把今生修的 还能继续连续下去 这个都很难说的 当然不能说不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 但是这个很难说 能不能连贯下去 差不多人 一旦这一身的生命结束了 再转身一个人呢 纵然有他的属根 能够再遇到佛法 必定还是要从头学起的 还是要从幼稚园 波波波波做起来的 还是一年级二年级慢慢来 还是要从头做起来 那么现在你继续修下去 多一年多一年的功德 多一年都正常佛法 所以我们学法知道人命无常 纵然不必去求长寿 也不必求长生不老 但是这一生的寿命 还不该尽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打断了 不要中途把它打断 随顺固具所做的业力 这一生的寿命有多长 只要保持现在的清静身心 继续修学佛法 多修一天 多得一天的佛法的功德 多得佛法的受用 绝对不要把这个身体 随便冒难去破坏掉 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不要冒难游行 无论是梵网经菩萨界 尤波社界 在家菩萨界 都不准许菩萨冒难游行 何况是我们初学佛法 未必就在菩萨道上 能够做好呢 那么这都是对初心菩萨 所定下的规矩 否则的话 那个泄气方刚 那么我们不懂得 戒指在斗 纵然不会去斗 跟这个难去冒充去斗 也是一样的 有生命危险的地方 不要乱跑 所以就是儒家 也说 致命者不利挨墙下野 知道爱惜生命的人 知道这个墙壁会倒下来 他必定不会那么愚痴啊 站在那个会倒下来的 这个墙壁的下面 让他压死 何必这样啊 你明明知道 这个墙会倒下来 你站在那个地方做什么 应当要知道爱惜生病 所以就是儒家上席这样说 我们学佛的人 并不是说 这个生病是 反正是假的 所以臭皮囊吗 死掉就死掉算了 有什么关系 再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 靠不住 能不能再是一条好汉 根本就靠不住 如果是再十年 再二十年 是一条猪一条狗 那怎么办啊 那问题不就很严重了 不是一条好汉 而变成一条猪一条狗 那就完蛋了 所以要爱惜这一生的生命 现在人们都会有这种传染病 什么传染 别的不说 你看那个自杀的传染 很可怕 报纸上你看到吗 连小孩子九岁就会自杀 就会上吊 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情况 九岁小孩 他懂得什么呀 他为什么会去上吊 这个原因在哪里 我看电视教他 电视会教他 他看到电视的人 怎么样的上吊 实际上他是装的 可是他真的上了 结果是变成真的了 这是可怕的事情 所以众生不懂得 这个生命的可疑 应当要爱惜啊 发生这种情况 对于国家 对于民族 都是有非常大的损失 假如这个小生命将来 它是个国家的栋梁 它是民族的救星 那么这一调就调完了 那多可惜啊 所以任何人都要爱惜生命 我们应当要多多的提债 对佛法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懂得佛法 尤其对这个自杀的风气很坏啊 希望能够多解释 让这些人呢 知道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并不是说一死就没事了 因为你的业力没受完 死了更糊 问题更大 你看看那个 自杀的真相的哪一本书 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这是因为将这个险道 危险的道路 在这一对地方走动的时候 你得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么不过这里 是总是希望众生啊 能趋向菩提道 所以说当愿众生 助阵法界 离诸罪难 阵法界 就是不断生死 而能入涅槃 生死还没有断之前 就知道涅槃的属身 安住在佛的阵法当中啊 那么不住此岸 不住彼岸 不住中流 行不得到 容无间断 那才是阵法 佛的阵法 就是要去向无上菩提道 努力进修佛法 自律于他 那就是真正的佛的法界 那么正法界 约离讲法界 就是华阳经所说的 一正法界 这个一正法界 就是四四五爱法界 离四五爱法界 而指我们众生 扁据的诸法的离题 就是自信亲近心 希望人人都能具备 都能正到这个一正法界之理 是助正法界 助安住 把心安住在一正法界之理的当中 就是求正诸法的理性 那么要入法界啊 必定要远离罪难 不造罪业 才不会遭受恶难 那么因此 把这个险道啊 就把它比作 起祸 造业 受苦 三界六道 就是险道 所以法华经里面说 三界无安 犹如火贼 众苦充满 神科不威 所以三界六道啊 就是最危险的道路 那么因此 要助正法界 就必定要断烦恼 见识烦恼断掉了 超出五三界 入一片正涅槃 的片正的这个空灵 那么如果能够行不上道 断成杀祸 进一步破无名正法身 那才是真正的 诸法界 诸这种的正法界的 诸法理性当中啊 当然也就不会取货造业了 货断掉了 当然就不会造业 也就没有造罪的工具 也不会遭受恶难 所以说离住罪难 要远离种种造罪的工具 就是贪嗔痴 那么要得到 就近安乐的一阵法界 就远离这些灾难 就是要断烦恼 烦恼断除了 才能得到 所以学佛的目标 就是断烦恼 了生死 成佛道 度众生 不管你修哪一种法门 不管你怎么样子学 佛法的目标 就是要学佛的人啊 断烦恼 了生死 这是根本目标 那么离开这个目标 都不叫做真正学佛 这就所谓 见贤道的时候 应当做的灌烦 以上十二个愿 就是 道路走动的时候 所谓游舍道路 看到各种道路啊 随时该发的心愿 一共有十二个 那么按照次序来 一百四十一愿 就是已经讲到第五十八 那么七十道行词 所发的愿的第二端呢 所度事物 度 看到 折着旁 一个箭子的度 在路上走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各种事物 随时发愿 那么前面只是说 这个道路上走的那个路 现在是说 道路上走动 所看到的东西 看到的东西 所看到的各种东西 随时发愿 从这个若见众会以下 一共啊 有十九愿 就是从这个第五十九 若见众会以下 一直到第七十七 这十九个当愿众生啊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 所看到的各种情况 随时发愿 所以这第一 就是若见众会 当愿众生 说 神身法 一切合合 假如你在路上走 看到很多人集会 叫做众会 例如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方啊 你在走路的时候 或者是看到庙会 很多人在参加那个庙会 或者是像这个选举的时候 很热闹 很多人在哪里 这个为他的选举的事务啊 在哪里忙碌 也是众会 或者是看到这个集会 定期的集会 例如说 每个星期有定估的一个地方 在哪里卖东西啊 很多人集会在哪里 这也是众会 这个众会啊 简言之 看到很多人集会在一个地方 您看到很多人集会在一个地方啊 多人集会做什么呢 差不多都是很杂的声音 讲话 车商人生都是很杂乱 现在希望这个杂乱的声音啊 转成这个说法的声音 希望众生能够说神圣法 一切合合 那么人都啊 容易生起争论 所以希望能够合合 这个道理面说完 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再讲啊 好 谢谢大家 好